有俄媒发问探讨了中俄在经济 军事领域合作的方式 称北京和穆斯科在世界秩序 安全体系等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明显接近的背景下 可以找到关于俄罗斯和中国联合结盟的说法 并指出中俄军事联盟对克里姆林工更有利 以便在与美国和北约集团的谈判中 使用我们和中国的说法威慑对手 但是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 回避对穆斯科的任何直接军事政治承诺 而莫斯科已经与整个西方集体发生争吵 文媒认为应该认识到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不会有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盟 而联合宣言 军事演习和基地租界等合作项目都是受欢迎的 但肯定不会有互助条约 也不会有中国的航空母舰在波罗的海驻扎停泊 文媒认为既然无法结盟 那么中俄两国可以各取所需 根据目前的战略需求交换各自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资源 中国可能会需要俄罗斯在航空和航天工业方面的一些技术 以及一些高科技武器 如远程预警系统 俄罗斯原子能公司 可为中国核电站建造新动力装置方面提供帮助 还有俄罗斯提供的天然气 以分散中国通过中亚和马六甲海峡的油气供应中断的风险 以及其他类似价格的自然资源 可以说俄罗斯对中国是有着多方面的补充能力 当然 这种补充并非单方面的 而是中俄两国双方互补的 俄罗斯也需要中国的技术和物资 不仅仅是磁悬浮飞行 5G工作 人工智能用于制药等 俄罗斯可以与中国建立密切的高科技合作 尤其是在军事领域方面 毕竟现在中国军事力量今非昔比 尤其是在海上作战舰船领域 中国可以助力俄罗斯发展海军 当前的俄海军 是俄联邦武装力量中最为明显的短板 苏联解体后经济上和技术上全面匮乏的俄海军 不得不将极为有限的资源 大部分投入到核潜艇的建设当中去 导致现在俄海军的大型水面舰队 只能靠苏联时期的老旧水面舰艇称门面 因此俄罗斯国内的媒体和一些军事专家 都曾经提出向中国直接订购军舰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可行方案 此次的俄媒分析中指出 就算莫斯科因为政治原因 不愿意向中国订购驱舰或者巡洋舰 也可以向中国订购政治敏感度较低的非作战舰艇 海军装备的舰船当然不仅仅是军舰和潜艇 如大型的补给船 医疗船 工程船等 这些辅助舰艇就是非常适合俄海军的选择 文媒还指出 亚洲最大也是亚洲唯一的920型医院船 就是中国建造的 也是俄海军目前所需要的一款先进辅助舰艇 在这里小编给大家展开细说一下 文媒提到的这920型医疗船 就是众所周知的和平方舟号大型医疗船 这是现今全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医院船 中国海军目前也只装备了一艘 海水量达14000多吨 比055大区还要多1000多吨 这种建船具有完善的医疗设备 船上拥有脑电波扫描室 口腔诊疗室特诊室 特检室 数字X光摄影室 脂氧站 颜耳鼻口诊室 妖房 蓄库等医疗系统 2400多套医疗设备 光是大型手术室就有12个 同时拥有300多张病床 其综合实力相当于 陆上顶级的三甲医院增强版 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最新最强的医疗船之一 船上虽然没有一样武器 但是所有国家都不能攻击它 这么一艘医用船是受到保护的 在战争中 陆地上有人受伤了 立马就会有战地军医来救护 而且在陆地上使用器材都特别的方便 可是如果是在海上作战的话 那些伤病员就没有在陆地上那么方便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医用船来救助了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中国专门为海上 医疗救护量身定做的专业大型医院船 建名戴山岛号 弦号866 由广川国际生产制造 和平方舟只是该建的称号 由于和平方舟更加贴近建制功能 所以媒体报道多采用和平方舟这一称呼 由于美国医疗船为邮轮改装 而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为专门建造的医疗船 因此称其为世界上第一艘超万吨级大型专业医院船 2008年底正式列装东海舰队 2009年在海军成立60周年基多国 海军活动中和平方舟号首次公开亮相 2018年9月22日 和平方舟医院船抵达拉瓜伊拉港 开始对委内瑞拉进行为期八天的友好访问 这是中国海军舰艇首访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也是和平方舟到访的第38个国家 2019年4月27日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在中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发展的推动下 海军装备建设乃至中国军队的整个装备建设 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与此同时海军建设发展也从理念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中央军委做出了海军战略转型的重大决策 即海军从近海防卫走向远海防卫 在这样一个大的战略思想的转变过程中 海军的装备建设 也包括海军未寝建设获得了较大发展 特别体现在海上医疗救护这个方面 在海上医疗装备建设上 包括中国第一艘知识医院船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内的一船 五艇司机海上医疗立体救护装备体系 已经基本建成 实现了从无道友的转变 这是海军建军60年来是第一次建成 这么齐整的海上立体救护知识装备 和平方舟医院船是中国自行车机研制的 一艘万吨级大型专业医院船 该船全长178米 最大宽度24米 满载排水量14000余吨 该船拥有抢救室 X光室 CT室 检验室 血液准备室等10个科室和医疗信息中心 医疗设施先进 护理系统完备 医疗设备配置相当于国内三级家等医院水平 而我们国家新建的医用船 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进 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医用船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里边的设计更加符合海上商员的需要 陆地上的大型设备医用船上也有 这为我们现在的海上作战提供了医疗保障 勒梅对和平方舟号大型医疗船充满了兴趣 这种大型的综合海上医院 正是俄罗斯海军所缺乏的 勒梅强调阿海军可以向中国订购类似得费战斗舰艇 在中国建造的话这种舰船很快就会完工 如果交付给中国建造 那么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将迈上一个台阶 要小编来说 这种选择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相比之前直接对俄罗斯出口作战舰艇的建议 非作战的辅助舰艇出口 更能够让俄罗斯容易接受 之前就有专家分析过 如果俄罗斯从中国购买了先进的作战舰艇 那么就相当于俄罗斯对外界承认 自己没有能力建造先进战舰 只能从昔日的徒弟也就是中国这里买 这对俄罗斯来说不光是面子上的事 对于俄军共造船业的未来发展也有不利影响 因此选择一些非战斗的辅助舰艇 对于俄罗斯来说 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 而且这些辅助舰艇将从侧面保障 俄罗斯海军的作战能力 同样可以加强俄罗斯的国防建设 俄罗斯媒体PPP日前刊文探讨了 中文两国合作的具体途径 例如技术 市场 军事装备等 在谈及军事合作时 白文表示 如果俄罗斯决定将部分军舰订单 交给中国造船厂 那么中国可以助理俄罗斯海军 现代化的建设 文章称 中国可以在军备领域帮助俄罗斯 在中国为俄罗斯建造军舰的想法 已经流传叙旧 这其中有理性的意义 俄罗斯海军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是大型水面舰艇严重短缺 俄罗斯国内造船厂未来几年的订单量已满 而且建造速度缓慢 俄罗斯为什么不从中国订购 海军继续的一系列特种飞战斗舰艇呢 中国将建造的又好又快 众所周知 新中国工业化起步较晚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是大批量的从苏联引进技术 我们前期国防力量的建立 苏联给予的帮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是到了苏联解体 俄罗斯时代 中国也经常进口俄罗斯的武器装备 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苏-35系列的战机 还有各种战机的发动机 而现在我们的歼-20战机已经服役 是在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五代机的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俄罗斯一步 而在军舰方面 中国海军建立之初 便曾斥聚资从苏联购买了四艘退役军舰 据说当时一艘军舰的价格高达17吨黄金 这就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舰艇 也是我们海军拥有大型水面舰艇的开始 从物到有 从有到有 中国军事装备的发展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俄罗斯方面已经开始想要中国为其建造军舰了 还称中国建造的又快又好 这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我们庆出于兰而胜于兰 已经在造船业的某些方面超越了俄罗斯 也可以说 我们实现了本世纪以来最伟大的逆袭 从重金购买苏联战舰到逆向输出 这样的逆袭只有在中国身上发生了 目前来看 俄罗斯方面虽然有从中国订购战舰的声音流出 也有其理性的意义 但俄罗斯方面并未真正去推动这一观点去实时落地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有一定原因的 一方面是 俄罗斯长期受到美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围堵 国内经济一直没有什么起色 其主要靠的就是能源贸易和武器贸易来维持经济发展 近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所以其拿不出多余的钱财来中国订购军舰 俄罗斯造船厂的速度为何如此缓慢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便是资金跟不上 另一方面便是俄罗斯放不下自己的面子了 毕竟往常都是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武器装备 现在反过来了 俄罗斯作为老牌军事强国 面子上是有些挂不住的 一旦此事成真 这岂不是公开承认自己的军舰建造技术不如中国 这对俄罗斯来说不但关顾面子问题 也很可能影响其国际武器贸易 毕竟你都让中国制造战舰了 那我们直接从中国买不就好了吗 不过俄罗斯方面现在海洋方向上的压力大增 美国领导的北约国家正在对其进行围追堵截 其唯一的一艘航母还在修理场里迟迟无法出行 这些压力之下应该会迫使俄罗斯做出一些放下面子的选择 等到俄罗斯真正下定决心从中国订购军舰 开始或许是补给船 伊远船等而海军急需的一系列特种飞战斗舰艇 后续必然会慢慢放开限制 而中俄在军舰制造上加强合作 完全可以优势互补 提升双方的海军力量 对抗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的海上挑衅 也将更加有把握 届时我们就真正成为了本世纪最大的逆袭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